下面我们来学习汇通器 汇通器在职业医师要求大家掌握汇通器的原理 这是考试重点 尤其是汇通器的什么原动力 直接动力 主力 各种各样的主力 弹性主力 费弹性主力 以及汇容级 费容量 这考了很多次 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很难记 但是大家还是要理解 汇通器量或汇报通器量 这个概念 那么差异在哪儿 这也是考了很多次的东西 注意的是那么一样的 除了掌握汇通器的原理 以及汇通器的指标之外 还需要大家掌握呼吸的基本过程 三大基本过程 这都是大家要考试重点 第一个大家掌握的是汇通器的动力 汇通器的动力大家看看啊 首先看看这个动画头啊 这汇通器怎么的进行通器啊 哎 大家看看这个动画头 这汇 的护肌机不停的进行收缩 树章 那么胸壳在这个时候就不停的进行 火大或缩小 那么会导致会 输 缩 那么在这个机过程中间 外界环境 或汇泡间 就会出现个周期吸引力压力差哎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是气体氧气 二氧化碳都是属于气体分子 气体分子主要根据你这个压力 由高压车往低压车移动 所以你既然外界环境跟汇泡之间出现这个周期的压力差 那么通过这个压力差 那么氧气 就进入汇泪 二氧化碳就是汇泡除 除到外界 那么这就是我们灰通气 这就是灰通气的结果 所以灰通气的结果我问你动力是为什么 它有个原动力有个直接动力 那么直接动力 通气就是外周环境或汇泡之间的压力差 远动力是什么 就是最源头那个呼吸吸的收缩 所以一个伟大直接动力 外界环境或汇泡之间的压力差 一个头 那么就打呼吸吸的收缩 远动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会通气的动力 会通气的动力 大家经常考虑远动力 是属于呼吸吸的收缩 直接动力 打外界环境与汇泡之间的压力差 好了大家注意这三个概念 这三个概念 我们要跟他讲两遍 这是个讲一遍 以后讲到主持环境 再跟他讲一遍 汇泡 通气 什么叫汇通气 外界环境 汇之间 进气体交换 这叫汇通气 你看空气 在外面吧 跟我的汇 我吸进来呼出去 这一段 短短的一段 这我们叫外呼吸 这叫汇通气 第2个概念就是 汇换气 什么叫汇换气 这气体呼吸到 里面的氧气 外界空气 氧气 呼吸到我汇不去中间去了 汇泡 跟汇泡毛血缆之间的 气体要弯过程 我叫做汇换气 还有一种就是主持换气 我汇换气 经过汇泡 大家注意了 血红蛋白 跟氧气结合 那么现在氧化血红蛋白 经过血液循环 运送到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不是要氧气吗 我这个血红蛋白运送到这个氧气 实放出来 哎 造成你 组织的毛血管 跟组织细胞之间的气体交换 这个过程叫做组织换气 所以有这三个概念 外界的环境 汇 之间的这段距离 我叫汇通气 汇中间 进行的气体交换 汇泡跟汇泡毛血管之间交换 汇泡会换气 运送到组织需要之后组织的毛血管 跟组织细胞之间气体交换 叫组织换气 所以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考了五十次 大家三个概念不要混淆 研究生也希望考 你们也希望考 希望大家把这种简单的概念 一定不要搞混淆了 好了我们在这里继续看 12年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比较简单 大家看看 汇通气的直接动力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 是大西亚 是汇泪亚之间的 叉子 那么 驱动进行 汇换气的直接动力 那么它的原动力 那原动力是呼吸力收缩了 所以打分别是C 或1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大家注意啊 第一体打掉直接动力不要打 你只要打个气压叉 完了 你打个大西亚与胸内的啥 胸腔内 除了汇之外还有心脏还有血管 很大一个范围 一开始说 汇泪亚 进去的气体外进去的气质跟汇泪亚 汇泪的亚的亚 这个亚丽莎才会导致 汇通气 而不是胸的亚 胸的亚是个负亚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搞分了一字字杀 他经常考虑这个东西稍微不注意你这个被个亚丽莎亚丽莎最后错了 选到地区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火眼睛睛注意再注意啊 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学习 汇通气的主力 汇通气的主力包括弹性主力 这个弹性主力就是像个橡皮筋一样 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汇主子弹性主力 一个是胸口的弹性主力是不是 这 胸这个跟腹肌有关一个是汇主子一个是胸口的主力 所以这两个两个都是弹性 汇的弹性 那么汇的弹性主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汇主子本身有弹性主力 占所有会弹性主力的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是汇泡内表明张力产生的汇主力 汇泡内表明张力大家注意了 哎呀他总有个塌陷的这种趋势 哎呀汇泡内面有什么的状态 他有个回收力 咱所有会弹性主力三分之一 好了你就问我了 那何老师 你汇表面张力产生个回收力汇泡物质吗 别现在他塌起来了 他为什么不塌陷呢 那么汇泡为什么那么生态 一个汇泡有扩张的呢 这是因为汇泡内表面 有一种降低这种回收力的物质 降低汇表面张力这种物质 叫做什么 汇表面活性物质 我们在后面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大家看看汇泡之所以 一个一个像 乒乓球一样 在这没有违线 因为他即使有 汇泡表面又产生个回收力 他为什么 不塌陷下去呢 是因为汇泡内表面 大家看看啊这个世界头就是环球 大家看看有什么 内表面有表面活性物质 降低汇泡免量 这两种一平衡 这个汇泡就固定像乒乓球大小 好了这就是汇泡谈性主力啊汇泡谈性主力 大家注意了 占汇泡谈性主力中最重要的 那就会表明 坦生的这个表明张力的回收力 占三分之二 那么三分之一的会组织本身的弹性主力 雄固的弹性主力就是雄固的弹性之后 产生的 从来这就是感染效 没考过大家 为什么 因为他不占主要部分 好了在弹性主力啊 大家注意 在所有会通气主力的70% 绝大部分都是弹性主力 灰弹性主力呢 占 30% 这个灰弹性主力又包括哪些 不是弹性超市呢 包括七道主力 在七道主力在所有灰弹性主力80%到90% 他主要跟七道资金有关系 所以 这我们正常七道就是这个资金 我们资金管校船就这个资金 你看资金管校船 这个资金就去管钱锁小了 所以七道资金一锁小 那个七道主力就会增大 因此 那么校船华智这个就会导致呼吸呼吸困难 就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七道资金 一所想 七道的主力增大了 这 就他的特点 好了第2个是惯性主力 3个主之间之力 这都是会弹性主力 由于不占主要的部分 所以答案往往不是他 好了大家一定要给这个比利基清楚 比利基不清楚 那么你没办法做他 假如我笼统地说会通气主力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弹性主力占70% 它是属于静态主力 为什么 就是气体没有在流动的条件 产生主力的静态主力 你比如说我这是个病逐呼气 病逐呼气既呼吸也不呼 那么这是个 这个时候是会通气的主力 那么叫静态主力 气体在静止状态下 存在的仍然存在的 静态主力 你看恢处的弹性 不会说你停止呼吸了 恢处的就没有弹性了吗 胸口的弹性 哎本来按按按有弹性的 那么我不呼吸了 我不硬着呼吸了 我不说我这个恢处 胸口就没有弹性了吗 所以 这种 胸口的弹性主力 恢处的弹性主力 在静止的状态下 都能产生的 叫 弹性主力 那么属于静态主力 也就是说气体 没有在你的气管中移动 假如移动 产生主力气体流动式产生主力 叫动态主力 你们是气道止静 我自己流动的这个也有 没有流动 你就是吸管 再吸也不会产生 万性主力更是流动的这个也有 粘质主力更是流动的这个也有 所以大家注意 弹性主力 在主要部分70% 它是在气体没有流动的下就能产生的 这叫静态主力 或者弹性主力是在气体流动的过程产生 它属于动态主力 那么这种 静态主力弹性主力在所有 会通缉主力的70% 在最常见的动态弹性主力中 又包括会弹性主力 胸口弹性主力 会弹性主力中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汇泡类 表面产生的回缩力 占三分之二 会组织 占三分之一 好了我家是这样问你 我说整个会通缉主力主要取决于什么 最重要的会通缉主力 打哪一个 当然打这个三分之二了是不是 这里就是百分之七十 这里一个三分之二 那我是百分之七十乘以百分之六十六十七吗 那就在所有会通缉主力 这是绝对的部分吗 所以这个研究生就考过这个东西 他有点高的事情 会通缉主力主要取决下来哪一项 单A 吸道资金 单B 又是关心力 单C 又是什么会组织 弹性主力 那么 正确答案应该答 会内泡 会泡的内侧表面 产生了一个 回缩力 表面张力 因为他在所有助力的百分之七十乘以百分之六十七 那么 超过来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是最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像这种题目你看 背不到这种比例 你怎么打呢 你没有办法做打 一个东西 那个人七道主力 七道主力大家注意 你说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十 你这个只有百分之九十七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七道主力占主主力 他本来占非弹性主力百分之九十 但是非弹性主力这多少百分之三十 所以他占所有主力的 一层嘛 两个一层百分之三十 乘百分之九十多呀 三九二十七百分之二十七 在所有会通缉主力占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他还不如 国际房的表明 张力产生的弹性主力超过百分之五十 所以大家注意 不要看到这个会七道主力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那么你马上你把它打成会 通缉主力 哎就打这个七道主力了 错了 缓之假如我今天出题目这样出 在非弹性主力中 那么下面哪一种主力 起最主要作用 你打什么 七道主力啊 非弹性主力 一个你限定的 那么占百分之八十八九十的 七道主力 我也可以这样说呢 下面哪一种最 影响 西道主力中 最 决定的因素 是什么 打什么 习惯资金嘛 会弹性主力是不是 所以相似这种题 大家知道吗 就会打 那么看这么粗 你这么打 希望大家 永远了解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会的弹性主力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这个四题了 这个四题这是17年考试 你看看难不难 很难了 你假如不是内科学你不知道 生理学你不知道像这种题目你开选考试你都不会打的 所以这上这种题目很难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男五十七岁这个病人反复咳嗽可谈 更多年 十余年 我跟他说一个老年病人反复咳嗽可谈更多年的 要打什么 COPD 是不是COPD 是吧 加重班揣别五年 接着这几年加重了 同装胸 那COPD典型表现 就是主持人会一种 双肺腹肌瘤扣诊 过心 为什么过心 气体多了 COPD 动脉血型分析 大家看到 血液就是 137.39 养分压 65毫米公主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没有打到腹肌摔剑 二养分的分压 43毫米公主 也这个病人没有腹肌摔剑 好了大家看 会功能检查 FVF 疫苗率 那么 疫苗量 占预计值在50% F1V1比上FVC 第一秒用力腹肌溶进比较用力飞活量 占51% 我们跟大家说过啊 假如F1V1比上FVC 第1秒用力飞机量比上用力飞活量 假如的小于70% 那么可以诊断我COPD 也就是这个病人都在这 无论是病死 还是会功能检查都会确诊这个病人是COPD 慢性主持续会击种 问 该患者 造成通信共同障障碍 最主要的病例因素是什么 机制是什么 大家来看啊 一个COPD病人 那么有什么表现 大家再回头过来我利用内科学知识 确认了这个病人什么病 然后 这个生理学知识来考虑他 哎 究竟能不能打对 大家看 当然 会章会弹性主力减小 会章会弹性主力是大是小啊 COPD的病人 那么自己管 平化剂肯定的精蓝的 那么这个气道肯定受阻的受阻之后 习惯直径肯定 减小了习惯直径减小 会弹性主力怎么样啊 增大嘛不是减小吗 所以 绝对不正确 是不是 好了汇类供应分流 减少 汇类供应分流在COPD病人 大家都知道 由于经常显恶化 那么汇类供应该是增大 而不是减小 是不是 比相正确 错误 无瑕相计量减少 在COPD病人无瑕相计量 肯定是增大的 而不是减小的是不是 哎 谁也不正确 会弹性面积增大 不可能增大嘛 COPD病人怎么弹性面积会增大呢 弹性面积肯定缩小 是不是因为他会都显恶化了 所以说 一也不正确 那么剩下答案只有第一正确答案了 会长的弹性阻力减小 为什么会的弹性阻力减小 因为COPD病人会长被显恶化 显恶化之后 弹性阻力 肯定减小 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答案D D就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题目多难呢 你一假如B经考试 你能把这种题目作对 你太牛逼了 是不是 也就是你生理学院学得很好 然后内科学院学得很好 你才能把这个题目作对 所以像这种题目 是越来越难 因此 大家 还不通过 那么越来 一年比一年难 所以大家什么 越要引起注意 好我们来学习 灰表面和气物质 那么灰表面和气物质 学习之前必须了解 灰泡 气液表面的张力 什么叫灰泡气液表面张力 那么灰泡气液表面张力 是灰泡表面 成立这个液体物质 由于液体分子之间的项目吸引 那么在企业表面就会产生的张力 作用灰泡笔 是灰泡笔回溯 也就是这个灰泡笔张力 它是个指灰泡回溯的力 那不就灰泡越来越小 大家假如还是记不住 你要这样记 一个灰泡 飘在空气中 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说回去了 这个就是灰泡越来越张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灰泡越来越张力 灰泡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破裂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大家注意了 根据无力学商品的 来不离次定理 什么叫来不离次定理 来不离次定理就是这个 这个公司 P 对R P 会来的压强 也就是会来的压力 对RT T是个表面吸收 这个场子 R R是会泡的半斤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会泡的内压强 那么跟它的会泡的质地 成环璧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假日气 在会中 两个会泡相通的 那么大会泡 压力就越小 小会泡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当在呼吸的时候 两个会泡相通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小会泡的压力越大 大会泡的压力很小 那么小会泡的气体 就会向大会泡转移 大家看到动画头 右边的小会泡气体就会向大 左边的大会泡转移 就不停转移 最后的结果就是 小会泡越来越小 大会泡越来越大 等 最后小会泡违先了 大会泡破裂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泡表明张力的结果 好了 为什么我们会泡不是这样的 正常人你看 不是大会泡越来越大 小会泡越来越小 最后小会泡塌陷了 大会泡崩 破了 像会泡一样破了 不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是 这些我们 要跟他讲的 是会泡 会泡表明 活性物质的作用 因为会泡表明 还有个活性物质 那么这个活性物质是降低的 会泡越来越张力 所以出的一种平衡 你不是 大小会泡 体积压力大吗 大会泡压力小吗 我降低的会泡表明张力 把这个小会泡 降低的厉害 大会泡降低的 小一点 那么 你不尽量的气压平衡了吗 就不不破了吗 所以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讲 汇泡表面会有五十几年要跟他讲个汇泡企业表面张力 就这样啊 好了大家看看汇泡表面 这个企业表面张力 最大的特点就是小会泡 压枪很大 大会泡压枪很小 也就是汇泡的内地压枪 你的压力 与他的汇泡资金称华米 假如他相连的这个 像这个动画演示一样 小会泡就越来越小 因为他的气体像大会泡转移 大会泡越来越大 最后崩了崩裂 小会泡塌陷 好 这就是会泡长力张力 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 平常的这个 我们正常人 他不是小会泡越来越小 塌陷 大会泡越来越大了 因为他的表面 有个汇泡 表面活性物质 这个汇泡的活性物质 是由什么来分泌的 二性汇泡脏皮来分泌 大家注意我们汇泡脏皮会有两种 一种是一性汇泡脏皮 这个汇泡交换功能有关的 第二种是二性汇泡脏皮 那么主要就分泌这种 汇泡表面活性物质 昏不战 汇泡的代表面 大家看看 这个是我给大家搞了 做了一个四一头 右下角 这个是四一头 这个四一头 大家看看 这是个汇泡 汇泡跟汇泡的这些 吸的汇泡管相连 好 汇泡跟汇泡管相连 大家看看 内表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 这些像小的乒乓球一样的东西 这就表示它的 汇泡表面活性物质 这些汇泡表面活性物质 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些汇泡表面 主要为 脂质和蛋白质的 那么其中脂质在绝大部分 占90% 还有蛋白质占10%左右 在这些脂质中间 绝大部分有脂 二中隔线南宁字 也二中隔线南宁字 那么它的英文代号要叫dppc dpc 希望大家这个这个阳文记住 偶尔处理之后以dppc来出现 那么你不知道dppc是什么东西 也没办法做到 叫二中隔线南宁字 那么在所有脂质 在90%里面脂质的 60% 所以 那么这个脂 二中隔线南宁字 在所有 这个汇报表面 火星物质的 6954 50% 设计下的 就是表面 火星物质结合蛋白 写的 这个 dppc的 那么s平 三只值 大约 10% 这其实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主要 火星物质 这个 火星物质的主要成分 好了大家看看 左边的这个 二线汇报商品 花在他模式 哎 我们平常 之所中 中所周知的 就是一线汇报商品了 跟参与 呼吸功能的 那么这种二线汇报商品 主要分明 飞泡表面 火星物质 火星物质 表面火星物质 主要干什么 这个功能 计算讨到 希望大家搞清楚 它是降低 汇报表面 张力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汇报 假而没有这种 汇报表面 火星物质 那么 小汇报越来越大 大汇报 小汇报越来越小 大汇报越来越大 导致结果就是小汇报 塔蝎 大汇报 哎 因为气要大 最后涨不过了 但是 我们正常人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正常人汇报 哎 不仅仅人活得很好 但是两个汇报 也不会哪个大哪个大小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汇报表面的 内扯面 大家注意这 主要的汇报在内扯面 那么 有这种汇报表面火星物质 那么汇报原来 物质就是降低 我们刚才的 企业表面张力 有助于汇报的稳定性 不会让你 小汇报的气体向大汇报转移 从而使小汇报 弹陷 大汇报破裂 不会这样 为什么他也不会这样 因为他的主要功能是降低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 大家看看 假如我这个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 每个汇报是一定的 每个汇报是一定的 就是数量大小 是一定的 那么 在大汇报的时候 大家看看 汇报面积就很大 那么汇报的这个 每一个 平方为米 上面 这个数量就要少 也就是他的米度少 为什么你的 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这个 颗粮量 是一样的 我汇报一大 你的米度肯定小了 米度小了 你的作用是降低 汇报表面张力 大家想一想 降低汇报表面张力 这个作用就显得弱 因此 他的表面张力就显得大 因此 汇报就不会过得了膨胀 反正 假如这是个小汇报 还是在目的 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颗粒 那么由于他的面积比较小 你看看优彻的这个 那么他的米度 这个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的米度就很大 由于他的降低汇报表面张力 他的作用 因此他降低汇报表面张力 的作用就很强 所以他的汇报表面张力 就会小 因此汇报就不会塌陷 所以这两种物质中 你处得一种平衡 也就是汇报表面 汇报物质的这个降低张力 或企业表面的张力 引起汇报 他现在这种张力 回缩的这种张力 取得一种平衡 那么这个汇报就会 稳定在这 所以汇报就有稳定性 因此汇报的稳定性 主要取决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汇报表面的 谢张力 第二个方面 就是存在着汇报 内表面的这种表面 汇报物质 这个表面汇报物质 由于很重要 所以他经常考虑 不应该这个地方考 那么在新生儿 会员的时候 RDS 也考虑是不是 那么在内科学 我们急性 急性护去冲破冲和证 那么RDS 也可 喜欢考虑这个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减少汇报表面的 主要功能 第二个功能 减少组织生成 防止飞尸 我们小孩子生出来 假日是新生儿 大家都知道新生儿 永远化生子吗 这种什么 急性护去冲破冲 为什么会导致 急性护去冲破冲呢 哎就是因为 新生儿高生出来的时候 灰泡表面会有物质 完全 所以他由于主治业生成生成之后 导致会导致 好了第3个就是 惠悠穷皇子 惠不张 广场我们说了 由于企业表面张力 那么假日没有这 灰泡表面会有物质 他肯定会导致什么 惠不张 但是 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他有灰泡表面 惠有物质 降低了灰泡表面张力 所以他不会 倒致会不张 第4个是 尊大税益性 减小主力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惠的顺义性 跟他的主力是 相反比关系的是不是 主力越大 顺义越小 顺义越大 主力越小 这是反比关系 所以既然你真大惠的顺义性 当然就是减少 惠泡表面 惠的弹性主力 好 大家一定把这两个计划了 在考试中间 大家关于惠泡表面 回血物质去除 经常把这两个颠倒一下 减少 惠的顺义性 真大惠泡性主力 对不对 不对 是减少 惠的弹性主力 因为它是个好东西吧 惠泡表面 或者我们正常都有的 假日真大惠 惠泡的弹性 惠的弹性主力 你想一想 我正常惠的弹性主力就很大了 不是个个都是 SOPD了 哎你这样一记 你不是给他记得了吗 肯定是减少惠的弹性主力 那减少惠的弹性主力 有顺义性 跟那些成反比 肯定是真大惠的顺义性 是不是 就OK了 好第5个是 降低息息主力 减少息息重 为什么 你看看它在哪儿 惠泡上面 简里是堵塞的是 肢气管 主肢气管 肢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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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肢气管 那么就是 跟习气有关系 大家注意这是习气主力 介绍习气主力 他常常把这个呼吸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看 他跟惠泡有关 大家一想 这肯定是什么 不然自己管的 跟呼吸一关 错了 他就是考虑考虑这些东西 所以他经常偷偷的把这个什么 吸气 换成个呼吸 那么哪句话是错误 就这句话错误 所以他经常换的两个地方 希望大家注意 一个是顺义性 一个是吸气 跟呼吸 把这个东西 改下 改下之后 问你哪个 计划正确 哪个 这句话错误 经常考的这种 这种 纪念字体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会表面或计物质 那么假如不正常的这个 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正常的这个常常考虑 是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新生人刚生出来之后 假日不是周月产 是早产人 早产人会跑表面 或计物质还没成熟 那么这是个早产人 在儿科学去学习学过的 经常发生什么 RDS 或计中国证 是不是 这是承认 不足 你比如说我们即行中治婚宴 到最后到此即行 或计中国证 他叫什么承认不足 承认不足的时候 会到此会不张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作用是皇子会不张嘛 那么你假如不周 不周当然也会不张了 不周就不能将你会发表面 会议这样的 这个会议踏现了踏现 就到这会不张 所以 这就是他的最主要的功能意义 好了这些功能意义都经常考到 是大家 重点掌握的内容 也是大家难点 好了大家看看你六年这个实题是不是这样 会表表面或计物质减少 讲到的是什么 会表表面或计物质减少 再承认主要导致会不张 就是会难以扩张 在儿童主要导致 新式 你继续呼吸中国装饰 是不是 所以答案为A 会难以扩张 就会不张了 所以 正确答案为 A 好了大家注意了看其他的东西 大家看看行不行 会弹性主力 会弹性主力 好了 灰泡表面内的张力会降低 那会增高 不是降低 降低的程度要减少 因为灰泡表面或计物质 最主要的就是降低企业别灰泡表面的张力 小灰泡的内压大于大灰泡 小灰泡的内压大于大灰泡 就是我们 没有灰泡表面或计物质 的 作用 那么 当他介绍的时候 小灰泡的压力肯定是 大有 大灰泡的压力 那么 导致小灰泡越来越小 大灰泡越来越大 大灰泡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 小灰泡的压力 大灰泡越来越压力 所以 这些都是把这个方向搞反了 所以大家知道吗 正确答应该答A 会难于扩张 会不张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基本会容量 基本会容积 首先看看基本会容积 下一个章话里面跟他讲基本会 容量 所以容积跟容量是不一样的 容积大家注意了 这三个 这四个 包括这个四个指标 这四个指标是相互之间不重叠的 四个指标加起来刚刚的也汇重量 所以汇容量 很好理解 汇容积很好理解 得我讲的汇容量就不好理解 因为他有重叠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这两种话 第一个大家知道了 汇容积有四个指标 他经常这样考虑 下的哪个指标不属于汇容积的指标 这四个指 这四个指 超进量 不吸进量 不呼进量 余进量 然后再来搞个什么 不是的 要你给他找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这种东西也要虚空开了 不然的话 你就经常印记错 所以我们先看看汇容积 汇容积有这四个指标 第一个是超进量 超进量什么意思 每次呼进的时候 呼出呼吸 吸锐吸力量 就是当你平均呼吸的时候 接着我们坐在教室里面上课 好我们这同学你自己记一下 不知不觉 每个每一次吸进去 呼出的量 大约相等 大约多少 大约是500毫升 这500毫升的吸体 平均呼吸的时候 怎么样 火气量的超进量 所以他的代号叫TV 500毫升这个数字希望大家记住 在考试的时候他是不给你的 当然实际上计算的时候 往往 末日这个数字 超进量数字是500毫升 就是我们跟正常人 每一口气呼进去 吸进去呼出来 那么他的吸进量大约是500毫升 这是 我们平均呼吸 大家注意了啊 下面就是这个图 大家看看这个 费容量的基本曲线 大家看看 是不是像正线曲线一样 但是有的地方高大 好了大家注意 很小很小的这像正向曲线的这种波动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超进量 一个动画为界 或者动画画在这个超进量中间 以这个动画为界 动画的这条线来为界 这条线以上的成为吸气 线以下的成呼吸 大家一人对着头 那么才好气 对这个头不好气 不对这个头气 那么大家就很困难 大家看看 潮信量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 短短的就这一段 这我们潮信量 T位 大家看潮信量是不是很低啊 平均呼吸的时候 潮信量也低 平均吸气的时候 那么潮信量也低 那么只有500毫升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潮信量 好了以上面这个虚项目 大家看看 这是什么样 应该是平均吸气 是不是 加上下面的这条虚项呢 动画说的这些虚项呢 平均呼吸 所以大家要会学着看这个头 看这个头 这个图形大家记住了 那么这所有这些答案一下 大家就搞定了 所以 这一条动画虚项目 你看看我这中间 有 四条虚项我讲到三条了 一个动画 就是大家中间的 平均呼吸中间的 上面的吸气 下面的呼吸 表示这个波了 所以在 假如这个呼吸到了 上面的这条虚项 就是平均吸气目 下面呢 平均呼吸目 大家对这种意思 要表达清楚 好了第2个 那么第2个指标就是 补吸气量 什么意思 就是平常吸气的这个 我平均吸气 就跟平常一样 平均吸气目 我再用力再继续吸气 那么吸气的吸气量 叫做补吸气量 那么什么叫补吸气量 补吸气量 就是高高大大的这部分 这是不是补气下 Ir位 也就是到了你这 平均的吸气目 就这个地方了 平均吸气目 我再平均的吸气 用力吸 好用力吸 这就是补吸气量 那么补吸气量大约是1200到2500个毫升 也就是说 你看一看 所有的吸气 超吸气量500毫升 补吸气量1500大约就是2000毫升了 所以 尽量吸气 要的最大的吸气量 那么就估计到2000到2500了 是不是 好了这是补吸气量 所以它的数字 是哪儿啊 是什么这个 吸气目 也就是上面这条虚线 我刚才说了 一直到在顶的 那么 这叫补吸气量 同样道理呢 在呼吸目 那个呼吸目 下面这个 虚线 那么 在即平均呼吸目 在尽力呼吸 除了能呼吸的吸气量 那么 我们就把它叫做补呼吸量 就下面这个 所以 它的叫做 12V 上面叫做IRV 那么 就是90到120 900到1200毫升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补呼吸量 那么这个数字比补吸量要小 所以你看看这个针线曲线 上面的弧度大 下面的弧度小 就这个意思 好了大家注意了 最后一个指标 就是RV 大家看看这个就是RV RV 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下面 这个 下面这个曲线 怎么它也达不到这个底 为什么达不到这个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雨吸量RV 最大呼吸目 你看看 主标说的最大呼吸目 第四条这个曲线 最大呼吸目 长成在回来不能呼出的吸气量 那么就叫做雨吸量也叫残吸量RV 什么意思 你不能这么呼吸 你想一想啊 你是不是有口腔啊 有气道啊 有主持气管啊 这里面总有雨有一点的气体是不是 你怎么呼吸也不可能呼出来的嘛 你要我平民的呼 呼 平民的呼 那么你的气管中间 烟道中间 组织气管中间 组有气体不能复出来 那么这个 长成留在回来的气体量 那么 这就叫做我们雨吸量RV 也要残吸量 那么 这个值大约是一千到一千五 好了大家注意了 除了这个五百号称要记住之外 其他的这个四股值 大家记得住就记 记不住可以不记 为什么 接着目前为止 无论研究中考试 你们考试都没考到过 所以 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好了我们就讲了 这四个指标 这四个指标都会容积 会容积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一个是TV 潮信量一个是补习信量RV 一个补习信量RV 一个云信量RV 大家看都不重叠 大家看看这四个指标都不重叠 这四个指标加起来 刚刚得汇总量 所以他也经常考虑 汇总量的定义是什么 就把这四个指标加起来 缓制 我说汇总量你们减去了 RV 减去了TV 减去了RV 那么剩余是什么 语气量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几个指标之间的换上关系 对这个头 大家以后很可能 把这个网搞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 汇容积 那么表示汇的不同状态下的体积 所以这几个指标相互之间不重合 这是他的基本定义 好这就是汇容积了 我们再来看看R汇容量 汇容量大家注意啊 这几个指标就相互之间有重点 所以不能把它加在一起来 它也加在一起也不会对于汇容量 好了有哪几个 一定要跟刚才的这几个区分开的 一个是 神习性量 IC 大家注意啊 这是神习性量 不是补习性量 什么叫神习性量 大家看看神习性量 这是IC 这是神习性量 大家看看包括什么东西 包括啊 大家注意了包括什么 潮气量 加上补习性量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是平静呼吸膜 对平静呼吸膜 进最大吸气能力吸入的气体量 最大吸气吸入的气量 一个要吸入我们平常说是潮气量 还有一个要加上一个什么 最大补习性 补习性量 是不是 所以 神习性量 IC 那么是平静呼吸膜说的系数的最大吸气量 那么大对于 OTV 也就是超性量 加上 不吸气量 因为上面是吸气嘛 是不是 这个动画说是下面吸气 所以这个就是吸气量 这吸气量很少考啊 你说大家今天会不考的呢 我不知道 这大概要求你掌握的 你比如说我今天搞一个 这个什么 不吸气量 于超性量之后 对于下的那种指标 那么你得打他嘛 打深吸气量IC嘛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深吸气量 还有第2个指标叫做功能与其量 大家注意功能与其量 不得于与其量 也不得于产气量 与其量 二位 对于产气量二位 但是不得于功能与其量 F2C 大家看看这功能与其量是什么东西 哎 这才功能与其量F2C 大家看看这个高度 可什么东西啊 他对于 一二位 就是 补习性量 补乎性量 加上 产性量 第1之后 所以功能与其量 不对于余性量 那么功能与其量 也比余性量要大 大多少 大一二位 所以大家看看 这就这两个向下 一二位或二位向下 所以功能与其量 对于余性量 加上 补乎性量 所以这两个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跟两个搞在一起 这个功能与其量 研究章考过 你们还没考过 它是在 瓶颈呼吸膜 瓶颈呼吸膜上 流在汇内的 气体量 那么叫做功能与其量 它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 它主要作用 是缓冲汇报的氧气 或者变化 幅度 什么意思 你在瓶颈呼吸膜 主要有一部分 大约2500毫升 流在汇内 你在吸进去的新鲜氧气 那么是不是浓度很高 它 每一次吸进去大约是500毫升 这500毫升的新鲜氧气 哎 跟你这2500毫升的 混合的气力混合 你这个氧气量 浓度是不是下降了 新鲜氧气浓度就下降了 缓过来 那么二氧化碳 灰氧了 哎 二氧化碳从组织中排出出来 首先排在这个2500毫升的 功能与其量里面 那么给它洗一次了 所以它就可避免你 二氧化碳的浓度 灰氧 和氧灰氧 距离的变化 缓冲一个变化幅度 所以这就是功能与其量 最主要作用 我记得哪一年 烟尽的考试就这样考的 现在哪一种指标 能够缓冲 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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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的变化 那么 给出答案就是功能与其量 所以相对的功能与其量 它也会这样考的 那么这都是今年四季 当然你们没有考的这么详细 假如今年考你呢 很可能你也达不到 是不是 好了 第3个指标 汇荣量的第3个指标 大家都会让收集 汇荷量 汇荷量为什么大家熟悉了 因为大家大学如学的这个体检的这个就搞个这个东西 你看看大学体检的时候哪个学员没有吹过这个东西 都是搞那个机械式的 一两千斤块钱一台的 那个汇荷量要你吹一吹 男人吹出来大约是两千五 女人吹出来大约是两千 两千五 男人吹出来大约是三千五 教练来 吸吸吸吸吸吹吹 吸吸 吸你吸球 给他吹出来 吹出来吸你量看了 他怕能来 给那个什么 汇荷量机 那么吹多少气体进去 这是个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每个大学人入学体检的时候 常常要你吹气 好了假如你个男生吹的比较少 第一次吹是吹了什么 两千八 那么那个老子就说 来吧再吹一下 你就又吹吹了两千五 别人就说怎么你像个女人一样的 女人也会吹两千五两千八你这么 总是吹了个两千五啊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女人凶大 但是汇荷量小 哎女人凶狠的 但是汇荷量最两千五 男人凶小 汇荷量大 三千五 汇荷量 所以这就是汇荷量 汇荷量由于大家什么平时 都曾经做过 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 经理细细多 再来吹出最大吸力量 大家注意这个汇荷量 讲不讲时间 那不讲时间 你看 只要你拼命都吹吹吹吹吹 三分钟吹出来 你的最大吸力量都可以 所以他不讲时间 他不讲速度 所以最大汇荷量是讲重量 吸气之后吹出的最大气 主动呼吹的最大气量 那么 不讲时间的 还有要讲时间的 要尽快的吹出来 你比如说COP的病人 慢性主持人会一种 哎自己玩比较狭窄 但是你让他慢慢慢慢吹 哎呦 早息 什么慢慢吹 他的汇荷量并不一定降低 为什么 他自己玩狭窄狭窄 但是他憋的时间长一点 吹的时间用就长一点 他汇荷量还可以吹到三千五 但是 假如他要跟他讲时间 我一定要的快点吹 哎 几秒钟你吹出来多少 几秒钟以外 吹出来 我正常是吹到70%以上 他就吹不到70%以上 所以 还有一个什么跟时间有关系的 一个指标大家也希望 经常用的FVC 我们在内科学也跟他讲了 FVC 用力汇荷量 就是最大吸气之后 大家注意一定是 最大吸气之后 尽力 一定要尽快 将速度 呼出的吸气量 那么叫FVC 那么假如在第1秒钟 呼出来的叫FV 好了最后就是汇重量 汇重量就是汇率说的 用他的最大吸气量 是多少 大家看看是多少啊 大于VC 汇荷量 加上 大家注意了 RV 产气量 所以 这个VC加上产气量 那么就是汇重量 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著名的汇重量 5000毫升左右 好了这些 这些汇重量的 数字 要不要计 要不要计 我只能说 其实目前为止没考过大家 所以大家什么了解一下就行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120这个时期 他说产气量汇荷量自比 汇荷等于什么 产气量RV 和汇荷量 维C 汇荷等于什么 大家一看嘛 两个加价加价 刚刚得有TLC 汇重量嘛 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B 所以为什么我要大家给这个图 印在哪里之中 记住了 就这样 解题用 非常简单 可以对这个图 把这刚才讲的这 几个指标 九个指标 记得清清楚楚 那么大家就理解了 否则大家什么 完全高背 很难以记住的 今天背 明天就忘记了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5年这个时期 大家再看 校船滑舵的时候 就这款校船滑舵这个 会通缉指标中 夏年 下降 最明显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20下降最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了 校船 这款校船滑舵是典型的 COP的高位因素 为什么 去到祖舍嘛 自己关系 这款款机缩小吗 这款款机一旦缩小 大家想一想 回到的是什么后果 哎 回到的是 我们刚才说说的什么 讲熟度的这种汇活量 讲熟度的汇活量 就是用你汇活量 怎么样 会下降比明显 也就是说 看你的资金管的中业 流淑见像 那么别明显 就FVC FVC刚才说的就是 最大吸气后 尽快 大家注意了 还尽快 尽快就讲熟度 那么 这时候付出的信价 叫做 用你汇活的FVC 当资金管消失的时候 那么 由于资金管进来 所以这个流速是降低的 那么这个流速降低的 当然 F1V1比上 FVC都会减少 大家注意 FVC是用你汇活的 F1V1 那么疫苗 疫苗量 疫苗量就是说 你尽快获出的信价量 我技术第一秒 那么你获出的信价量 对于多少 大约 对于我们正常认识大约70% 加上第170%呢 那么常常诊断你 社会P的诊断指标之一 但是 大家注意了 F1V1 看流速的 或FVC 都是看七点流速的 这七点流速的这两个指标 都要什么降低 降低 大家注意了 你前面的F1V1 就第1面用的汇活量 那么 要比FVC相比更显著 所以这个答案 大家注意 最好最好的答案 应该打哪一个 F1V1 第1面用的汇活量 用力汇活量 这是最好转指标 由于这个答案 没有这个指标 那么这些答案 次线答案一下 FVC 用力汇活量 所以正确答案为 C 大家注意 A比第1 这都不能作为 正确答案 为什么不能作为正确答案 因为A 第1 所以 会有汇活量 的指标 不是会有汇活量 汇活量 大家注意了 在早期的时候 之前我笑出来的早期 我刚才说了 哎 他不讲时间 他是正常的 为什么 即使我之前玩 很很细 但是 你假如不讲时间 你正常人 三秒钟 就把你所有的细地吹出来了 哎 我这时候说不定什么 要吹息的吹到5秒钟 但是我还是可以吹出来 我虽然是牛手降低 但是我重量不降低 当然到作业后了 这个校材的脑壁人 他的汇活量肯定是降低的 是不是 所以在早期 他汇活量并不降低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C 像这种题目 对大家来说 假如学好内科学 内科学学得比较好 哎这种题目 一看你 一眼一看出来了 当然你假如 生理学的字典 你觉得很难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了 第5年 考虑另外一个诗题 大家看看 这个题目对大家来说 大家来说 比较难 难就难在哪 一眼亮就有了 搞不清楚 这一眼亮一眼绿 是不是一字之杀 哎 大家就混响 大家注意 这个在内科学上没讲过 生理学上也没讲过 在哪讲 在整单学上专门讲过 一眼亮一眼绿 表示什么意思 假如你跟整单学学得比较好 那么这个题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大家看看啊 女儿二十岁这个病人可受和胸门移中 插底 右下飞附近一小时 表示 提示有大量胸前级业 优车 也有这个病人会通缉结果 不可能出现的结果是 大家都知道 哎 又是胸前级业 那是什么 限制会永统通缘障 限制会永统通缘障障的结果 这个就是这样的 打这个题 也就是假如你内科学学的比较好 大家都知道了 胸前级业是 我知道 何老师跟我讲的 是限制同缘工程障 限制同缘工程障障 意思嘛 会容量下降 会出 主持细通缘这治饱 以 会 流出 降金卫出 是不是 那么理解到这边找吗 会容计下降 为主的 哪些汇充机下降 我们刚才想的汇充量对吧 是吧 汇充量下降为主 那么这些都会下降 哪些 二位 产期量 TLC 汇充量 F1V1 也许是第一秒用力汇充量 FVC 用力伏极容机 那么这些用力汇充量 那么都会下降 但是表示有数的疫苗率 什么叫疫苗率 大家是不是 最容易说的就是这个疫苗率 疫苗率就是我们著名的 那一会儿跟大家讲的 F1V1比上FVC F1V1 就是第一秒用力汇充量 比上FVC 那么用力汇充量 F1V1比上FVC 我跟大家说过 在那一会儿跟大家讲过 这个比值应该大于多少 大于0.70 就是70% 加上 加上小于0.70%呢 表示它7到11% 有流出耿注 是不是 所以 那么这个题 大家看看 由于优彩汇充量纪念 指表示我限制的通缺汇充量 这种限制的通缺汇充量 主要是会有容量下降为主 那么这种流出 F1V1比上FVC 那么它一般来说就不下降 特别是在早期 好了 这就到底什么 最不可能的结果 那么最不可能的结果 流出下降 是不是 所以疫苗率下降 所以正确达为第一 好了 大家注意再注意咯 缓过来我再问你 那假如这个病人给提我给他改一下新年 我是女 八十岁 这个病人可日可堂 二十年 哎 胸边结果提示这个病人是COPD 问你 其通缺功能障碍 最可能表现了什么 哎 不是不可能 是最可能表现什么 哎 最可能表现了什么 COPD病人最可能表现 流出下降 那么流出下降 最好的指标就是它的基本质量标准 F1V1比上FVC 一秒率 也就是第一秒用力呼吸容积 F1V1比上 用力呼吸容量 FVC 这个比值一定要小于0.7 小于70% 所以你这 这 区混到了吧 限制通缝功能障碍 主要有汇容量 降低为主 主 主 主要有 流出 降低为主 那么流出的最好的指标 就是我们内科学跟您讲的COPD指南标准跟您讲的 F1V1比上FVC 怎么样 降低于70% 所以这个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疫苗率 什么叫疫苗量 哎 大家跟他说了 就是F1V1 第一边用力呼吸容积 那么 这个就是F1V1 这是指最大吸气和尽力 尽快呼吸 在第一边用力呼吸的疫情量 当然就是疫苗量 所以 疫苗量是F1V1 因此 大家注意答案A F1V1 或答案D F1V1比上FVC 是不一样的 所以疫苗量跟疫苗量绝对不一样 所以大家意料注意 好了 答案B1 答案C 答案1都是指 汇容量的指标 所以 那么它都可以 在限制性风险上呢 都会降低 所以 B1 C1 1向只有正确 那么 指哪向不正确 答案D不正确 所以 像这种题目啊 对大家来说 很难 因此 大家想这种东西 考的并不解呢 大家一定要复习的时候 一点注意再注意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汇炮通机量 或汇通机量 汇通机量 汇通机量或汇炮通机量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汇通机量 首先大家知道什么叫汇通机量 是不是 汇通机 是什么 所以外形的气体 汇到汇不来 那么叫汇通机 所以每分钟 汇入和汇出的吸引量 那么我们叫它汇通机量 每分钟汇入和汇出的吸引量 那么叫到它的汇通机量 那么究竟汇通机量怎么计算 得潮汐量至于汇气频率 需要大家把这个公司记住 这个公司计量考到的 潮汐量至于汇气频率 你看看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正常的潮汐量是多少 5毫升 是不是 5毫升一定要乘以 呼启频率 呼启频率 正常是12-18毫分 那么究竟也是12 还是18毫升 大家注意 在考试的默认状态下 那么这个计算的收据 呼启频率去多少 去16 潮汐量在计算的时候 假如没跟你说 那么 我还是去500 所以大家注意了 我们平常的计算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在考试中间计算的 这个潮汐量就是 莫认为是500 呼启频率大约是16 那么 正常值换为是12-18 既不计算是用18计算 也没有用12计算 16计算 这样你跟那些什么 考试答应就比较温和 所以你看看这样一成 得于多少 大约得于90 9000嘛 9000好成嘛 那9升了 所以会通计量大约就是 6-9升值大正常值 好了 请大家注意啊 会通计量 不是习注和护注的气体量 一定有个限决条件 叫什么 每分钟 你不然我一个小时 习注吸护注的气体量 那就很大了嘛 是不是 所以它是每分钟 会通计量一定有个低于 一个时间 每分钟 习注和护注的气体量 好了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大家还要理解解法五小枪 什么意思 刚才我讲说了 每日每次 习注的气体 或护注的气体之后 在我们口箱 气管 组织气管 左右织气管 中间 大家注意 这一部分 有一定有个会的容量 那么这个会的容量 那么既不参与吸气 也不参与呼吸 也真正对真正的呼吸吸气 没有做作用 那么叫做解法五小枪 大家注意这个解法五小枪 这个数字 希望大家计数 在考试之后 它也不经常可以 不给力 那么你就用这个数字 解法五小枪 那么它的具体数字是一百五 那么就用这个数字了 他假如给到你 你就按它的自己的数字去计算 不给到你 默认的打一下 就是一百五 解法五小枪 还有一个生理五小枪 我就不跟他讲了 为什么生理五小枪 从来没考到过 你就把他生理五小枪 叫做零 那么研究生跟他讲 你们招的知识研究 不要那么难 所以就不要让大家掌握 大家只要这个解法五小枪就行了 好了大家注意了 会有通信 我进去的气体量 跟解法五小枪就有什么关系 大家看看 我每次 你比如说我进去 平静呼吸的时候 每次吸入的气体量 大家都知道 多少啊 500毫升 500毫升那么吸入的进去气体 那么昏不在这儿 烟枪 气管 左右直气管 这种地方的气体 能不能进入 汇炮进去气体测关 不能汇炮 这部的气体 这叫什么 解法五小枪 所以真真进去你 汇炮进去你呼吸的 你要减去这个解法五小枪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是吸入 这500毫升的气体 要减去150 是不是 那么才能够 用于真正的通气 那么真正通气的气体 加换量 我们讲的汇炮通气量 那么 这是评价我们气体加换 最最有作用的一个指标 汇炮通气量 为什么 他已经减去了你这个五小枪气量 解法五小枪气量 所以他这汇炮通气量 用潮气量这500毫升 减去你这个五小枪气量 150毫升 那么在乘以你的呼吸频率 就是每分钟真正的汇炮通气量 所以大家注意了 这个汇炮通气量 跟这个汇炮通气量 不相等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成了这个五小枪 解法五小枪 所以有一点题目 我记得他还考过这种事情 他说汇炮通气量 总是宇原 总是效于汇通气量 其原因是由于 你答什么 其原因是由于什么 其原因就相差这个东西嘛 是不是 五小枪气量嘛 所以是原因是存在着 解法五小枪 也可以这样打理 好了大家注意了 这两个公司大家记住 第一个汇通气量 对于潮气量成为呼吸频率 那么汇炮通气量呢 一定要减去这个五小枪 减去五小枪 减去五小枪 之后他就说 潮气量减去五小枪 乘以呼吸频率 所以两个字间的叉子 就等于五小枪 尽量乘以呼吸频率 是不是 就出来了嘛 所以这两个字 这两个公司希望大家记住 那么这两个公司 尽量考到 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大家注意了 每次 喝进去的气体 里面700毫升 但是真正在气体 进行更换的并不多 只有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有个收集 第二在里面考过 这研究人考过一次 他就专门 要你计算这个七分之一 当然了 大家假如记得住个公司 OK 大家就计算到了 计不到这个公司 那么大家就 就是什么 算不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么把这个七分之一 四十亿倍 要么把这个公司寄到 把它算出来 都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汇炮通气量啊 好了汇炮通气量 在06年 考虑这个简单的实体 大家看每分钟 通气量 每分通气量 以汇炮通气量之差 这就是什么 每分通气量就是汇炮通气量嘛 等于潮气量 我们说的潮气量 那么就是五百毫升 这里当然不要 大家用潮气量计算出来 成为呼吸频率 那就每分通气量 就是汇炮 就是汇通气量 以汇炮通气量 之差 汇炮通气量怎么计算 叫大家给这个公司记住吧 潮气量 减去五脚气量 只有呼吸频率 潮气量 诶 成为呼吸频率 大家看 给这个等式 扩开 哎 潮气量跟呼吸频率一起 一成 对多少 对美分通气量是不是 减去五脚气量 成为呼吸频率 两点差子 大家看看一减 美分通气量跟 汇炮通气量一起 哎 把这个美分通气量 一约 那么正确的答案 就得五脚气量 成为呼吸频率 你到底找吗 五脚气量 成为呼吸频率 因此正确答案为 第一 所以这种答案就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 再注意啊 我们来个学习 一般的 考虑这个试题 大家看 汇的有效通气量 是什么 什么叫有效通气量 就是我的呼吸 这气体呼吸你去汇的 跟组织进行的交换的 这些气体 那么这就是最有效的通气量 所以这个答案下 应该打什么 1 汇炮通气量 为什么不打 美分通气量呢 打B呢 为什么 因为美分通气量 对潮气量 成为呼吸频率 你比如说 我的潮气量是500毫升 我每次去分钟习近期的 每一次习近期的这个气体量 潮气量 我每一次习近期是500毫升 我每分钟 你比如说16次 那么这个 这一成 就相当于我们的每分通气量 但是我吸进去这500毫升 你看我从鼻子里面吸进去 嘴巴里面或者鼻子里面吸进去 这个气体 首先气体要充满我的鼻腔嘛 烟腔嘛 自己管嘛 所以从鼻腔口腔烟腔 到自己管 一直到会这一段 你看看 他进不进气体要换 不进气体要换 是不是 到下一个周期 他就 呼吊斯给你出来了 所以这一部分由于什么 无效强气量存在 所以这一部分是不参与 气体真正气体交换的 而 会跑通气量 是会跑中间进气体交换的量 因此会跑通气量是真正有效的 有效通气量 而北分通气量呢 由于有无相间气量的存在 特别在口鼻 这几个话 这无相间气量存在 那么是不进气体交换的 因此只能打E不能打B 因为他的这要点答的 是有效通气量 当然你假如把答案 打到AC底中去了 那你的水平就太差了 那五个就要 那根本上这个心理学 呼吸系统这个章节点 你就没有理解 是不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啊 嗯 比较聪明的话 马上就要给大家AC底干掉 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各种呼吸方式 对会跑通气的影响 那么主要考两种方式 一种是浅快呼吸 一种是深慢呼吸 这个考试如果经常考大家 他就是要求你通过这个浅慢呼吸 或会跑通气 深慢呼吸 来比较 这个会通气量 刚才我们说的 或会跑通气量 两者之间的最主要差别 在插在哪儿 我刚刚说的最主要差别 插在哪儿 插在无销乡 是不是 会跑通气量 就排除了无销乡的影响 会通气量 没排除无销乡通气的影响 好大家来计算一下 经常计算这个公司 还是大家也记住 假如我拼击呼吸 就跟我正常人一样 住这小时 你请客的时候 这是个正常人 那么你拼击呼吸的时候 那么你的潮信量 我们跟大家说了 考试是不告诉你的 大家就看记一记 按多少上呢 五百三 呼吸频率是十二到十八成 按多少上呢 我说在考试中间 按十六三 所以这个病人 大家注意到这正常人 在平均呼吸的时候 套信量是五百毫升 呼吸频率是十六指百分 那么你算他的 会通气量 对多少 会通气量就是潮信量 跟呼吸频率一成嘛 公司记住吧 五百乘以十六 对八千毫升 也就是他的会跑通气量 会通气量是八千毫升 但是会通气量 一定要减去这个五向性性量 五向性性量 五向性性量 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一定要记得 啊 考试师傅给你的 多少啊 一百五 是不是 五向性性量五比一百五 潮信量五百毫升 哎 减去这个五向性性量一百五 传逸他的呼吸频率 还是这么多十六 那么成出来都有多少 我们平均呼吸的时候 会通气量大约是五千六 也就是平均呼吸的时候 大家注意 真正吸气率的气体 是八千毫升 但是真正跟你会跑进行交换的气体量 是多少 五千六 就这个意思 这是会跑通气量 因为会跑通气量 是真正欢迎 会通气功能指标 好了 我们再来看浅快呼吸 什么叫浅快呼吸 浅是他潮信量小 快是他呼吸频率快 里面浅快呼吸 我都给他什么 二分之一的两倍 你看看 潮信量浅 那么我给他原来的五百毫升 哎 我假设他是浅 只有250毫升 呼吸频率加快一倍 里面从十元到十六十倍分 加到三十二十倍分 那么大家再三一三 他的通气量和会跑通气量 大家看看 他的会通气量 那么就得潮信量250乘以 呼吸频率三十二 那么还是八千毫升 也就是会通气量没有别 但是 会跑通气量呢 你看看 250乘以三十二 会跑通气量就降低了 是不是 好了缓过来 加上一种另外一种情况 临床处理另一种情况 升慢呼吸 你看 到底潮信量加上升 那么到了一千毫升 慢 比他慢二分之一 从十六次每分 呼吸频率变成八次每分 大家看看 会通气量没有改变 还是一千这一八对八千毫升 八千毫升没有改变 但是会跑通气量呢 以前减去一百五成八对六千八 大家看看 哎 会跑通气量怎么样 哎 真高了 会通气量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会跑通气量是真正对吸引体交换有影响的 所以大家看看 千块呼吸 不利于人体 为什么他的会跑通气量降低那么三千二百跟我 从我拼击呼吸相比 但是 深慢呼吸 对我人体有疑 哎 深慢呼吸 他虽然会通气量还是这么多 但是 会跑通气量比我拼击呼吸要加大 所以我临床上常常愿意这个病人什么 深慢呼吸 愿不愿意你千块呼吸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深慢呼吸能够改善会跑通气量 而千块呼吸是降低会跑通气量 不利于人 所以千块呼吸跟深慢呼吸 哎 有什么差别 差别成的原因是什么 哎 经常考虑这个知识点 大家打什么 因为有无效向气量的存在 哎 大家注意了 之所以这个会跑通气量跟会通气量 会出现这么一个表现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无效向存在 所以无效向存在是导致会跑通气量 会通气量就差值的原因 这就大概是什么对呼吸方式的 呼吸方式对这个的影响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那您实践这个是 大家看 呼吸频率加上一倍 超级量减半 什么意思 千万呼吸 将此 刚才说了会跑通气量 应该什么大小 哎 这种千块呼吸不利于人 那么会跑通气量是揭晓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低 大家注意啊 会通气量 那么会通气量 就是每分通气量 那么是 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跟原来是一样的 跟毕竟是一样的 所以不打A 不打B 所以正确答案问答D 像这种题目大家很容易出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